主内的兄弟姐妹 你们好 你会将生活中的大小事件 完全依靠天主 信赖天主吗 让今天1月17日的每日圣言 陪伴您祈祷与反思 日常的信仰 现在 让我们静下心来 聆听这一段圣言 那时候 达威对萨乌尔说 请我主心中不必为那人而沮丧 你仆人要去同着培勒舍特人决斗 萨乌尔对达威说 你不能去对抗这培勒舍特人同他决斗 因为你还年轻 而他自幼便是习于战斗的人 达威又接着说 由狮子和狗熊中拯救我的上主 也必从这人的手中拯救我 萨乌尔对达威说 去吧 望上主与你同在 达威手里拿着自己的棍子 在盒里捡了五块很光滑的石头 放在木桶随身所带的袋子内 即装石囊内 手内拿着投石器 向那培勒舍特人走去 那培勒舍特人也大摇大摆走进了达威 给他迟钝地在前给他开路 那培勒舍特人瞪眼一看 见了达威 虽瞧不起他 因达威还很年轻 面色红润 眉清目秀 达威回答那培勒舍特人说 你仗着刀枪剑戟来对付我 但我是仗着你所凌辱的万军的上主 以色列均履着天主的圣名来对付你 正当那培勒舍特人起身 大摇大摆向达威走来时 达威赶快由阵地跑出来 迎那培勒舍特人 同时伸手 由囊中取出一块石头 套在投石器上打过去 正打在那培勒舍特人的额上 石头穿入额内 那人就跌倒在地上 如此 达威用投石器和石头 得胜了那培勒舍特人 打中了他 将他杀死 虽然手无寸铁 达威虽跑过去 站在培勒舍特人身上 拿起他的刀 从窍内拔出 杀了他 砍下了他的头 所有培勒舍特人 看见他们的英雄死了 就四散奔逃 感谢天主 达威挑战巨人 哥勒亚的故事 令人难忘 当以色列所有的士兵 在哥勒亚面前颤抖 失去信心时 少年达威 却凭着对天主的信心 勇敢挑战了哥勒亚 并打败了他 其实 我们在生活中 也经常遇到巨人般的威胁 例如 身心灵的不平安 家庭的不和乐 工作上的压力 棘手的人际关系 以及捆绑自己多年的 各种缺点和软弱 面对他们 你会感到无助 畏惧 沮丧 沮丧吗 还是你愿意效法达威 允许这些挑战 让你的信德更刚强 达威相信天主胜过 作战的武器 说 由狮子和狗熊中 拯救我的上主 也必从这人的手中 拯救我 原来 他平时都有在锻炼自己 对天主的信心 依靠天主面对生活中的 大小事件 因此 他才能那么确信 天主一定能够帮助他 克服戈勒亚的关卡 凭着这信心 他并没有过度准备 只是以平常心 面对戈勒亚 穿着一身牧羊人的装扮 戴着自己牧羊时 用来保护羊群的棍子和投石器 以及几颗石头 便前往迎战 并成功打败哥勒亚 今天 我们被邀请 要对天主有信心 然而 这个信心 不是在面对大困难时 才开始培养的 就像达威 天主邀请我们 每天都要和他培养关系 让他参与我们的生活 也察觉他每天赐给我们的帮助和救恩 我们越能在日常生活中 看到天主积极地照顾我们 我们就越能在 面对巨大的困难时候 相信他 投靠他 让他赐给我们平安 请品尝圣言 由狮子和狗熊中 拯救我的上主 也必从这人的手中 拯救我 让我们也在生活中 活出圣言 回顾你过去 二十四小时的生活 你能说出 天主怎么样守护了你吗 最后 让我们全心祈祷 天主 感谢你 每天默默地守护我 我要全心信赖你 在困苦中 相信你的救援 感谢您的聆听 愿天主降福您 平安喜乐 我们明天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